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过得怎么样? 今天还好啊 还好? 今天是教书的 我教人家中文啊 哦,今天你有课,对不对? 今天我有课 那非常感谢你在很忙的周末还来参加我们的快问快答活动 那你想要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可以吗? 好啊,可以啊 大家好 我是,她是翠娥 我今年29岁 我来自越南医安省 我现在是中文老师 高兴是大家 好好好,翠娥来自越南 29岁,很棒很棒 那你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好好,那我们废话不说,马上就开始了 第一个问题 结束了一周的工作或者是学习 你觉得很累 所以决定周末放松一下 那么你是会选择待在家里休息呢? 还是会出去玩呢? 我比较吃外向的人 所以呢,我会选择出去玩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明天是你的生日 那么你会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过生日呢? 还是会和你的朋友在一起过生日呢? 还是会和你的丈夫和孩子在一起过生日呢? 跟我的丈夫和孩子吧 好,下一个问题是 嗯,我知道越南很热,对不对? 那你担心自己会被晒黑吗? 哦,还好吧,不会啊 还好,不会 好,下一个问题和学习比较有一定的关系 你最喜欢学习的一门课是什么? 在你上大学的时候 口语吧,口语课 口语课,中文口语课对吗? 对对 那最不喜欢学习的一门课是什么呢? 是写作吧,写作 写作 对啊 下一个问题,你会失眠吗? 会啊,昨天是刚失眠的啊 为什么会失眠? 因为我会要考那个家教了 来吃的那个好事啊 所以我被失眠了 紧张吗? 会啊,会紧张的 好好努力,加油了,加油了 下一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还是比较笨的? 当然是聪明啊 当然是聪明 对,我是很自信的人耶 很有自信,很棒很棒很棒 那下一个问题是 你喜欢讲故事给别人听 还是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给你? 就是一半吧 一半一半 对,一半一半 哦,不错 还剩下两个问题 一天不用手机,你觉得可以吗? 还可以啊 还可以,不错耶 一周不用手机呢? 一周,一周不行啊 一周不行,为什么? 我工作很忙啊 因为除了那个当中文老师以外 还有个衣服店 所以呢,我要看我的客户给我的亲子啊 他们要订单 订单 订货嘛 买衣服、买东西、订单 对对 很不错,很不错 既满足了你的爱好 又挣够了钱 你真的很聪明耶 还好啦 还好还好 那你可以举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 证明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吗?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的培训中心 语言培训中心嘛 大家都用15年的那个教程教材来用 叫人家的 我是用新的 我觉得我的学生 很多学生都学得很好 他们的听说读学都很好 应该是表示的能力是 不是一般般的 很有自信耶 很好很好很好 看得出来你不笨 可以了可以了 那你刚才还有回答说 你会用出去玩的方法来减少自己的压力 对不对? 如果你工作了一周 感觉很累的话 如果你出去玩的话 你会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因为现在我还有两孩子 然后他们还小 不能去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会选择 比如一些百合公司 就是公共心 去买东西 或者去喝咖啡 我就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有小的孩子 所以我们都一起去吃饭 喝咖啡 什么什么 哦 家长聚会了 爸爸妈妈聚会 带上孩子 对不对 一起吃饭聊天 喝咖啡 嗯 刚才我还有问到你 过生日的事情 你说会选择和自己的老公 和孩子们一起过 上次过生日 那你收到他们的礼物了吗? 现在是 因为是称呼 我是比较压力的 然后我的老公也很忙啊 我都没有要求 他会要懂我什么 知道我想什么 嗯 挥款给我就好了 挥款? 钱? 进入着挥款就好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哦 够多吗? 很满意吗? 还好 因为我自己可以赚得到钱 所以他给多少 我就拿多少 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喜欢什么东西 啊 然后他 他会问多少钱 当时 然后他就给我钱 嗯 这样就好了 就是 提前 提前到我的通日 大概 一个月前 或者两个月前 我就说了 我就说我喜欢什么了 去买啊 哦 这样子 哦 那这样 其实也很简单了 对于男生来说 这样也不用伤脑筋 也不用想嘛 对不对 也很好了 那你老公过生日的时候呢 我老公过生日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问他 你喜欢什么 我就买什么 公主太压力了 然后还带孩子 哦 那如果我还要伤脑筋去 想他喜欢什么 这样就很累的啊 哦 对 他自己说就好了 也很好 哎 那是他喜欢的东西 通常比较贵 还是你喜欢的东西 通常比较贵呢 还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 哦 你们很有默契 都是一样贵的 都是喜欢贵的东西 一年只有一次 嗯 所以值得啊 哦 我觉得好像 好像有很多夫妻都这样子 问对方喜欢什么 就买什么 哦 那你们是结婚以后 变成这样子的了呢 还是谈恋爱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的呢 哦 谈恋爱 好像是不一样的 后来 就因为工作的压力 慢慢变成这样了 哦 工作压力看来真的很大 在越南 你觉得现在 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是会很大吗 越来越大了 很多朋友 像我这样子 29岁 30岁 或者30多岁 也不想结婚 他们都是想 先买车 买房 再结婚 哦 都很有理想了 加油了 加油 好了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 大概有十个问题吧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或者是想要对我说 对大家说的吗 祝你的频道 越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很多观众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过日子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越南旅游 知道吗 好 你们听到了吗 有兴趣的话去越南旅游 可以找他当导游了 很棒 祝你周末愉快 工作顺利 好不好 我们再联系了 好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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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